是我们今天谈的这集 叫取名 你看他取名叫都禄平 今天都懂 反正这种圆圆圆圆圆圆乎乎的 都叫都禄平 最后再说 我们先说取名 人为什么要取一大名呢 叫名不正则言不顺 所以取名很重要 其实这取名呢 有很多套路 我们说说套路 先说 一个套路叫家谱 我前年做过一档节目 叫我是先生 我是先生这节目的最后收官之作 是在山东渠府 渠府孔林做的 当时最后 最后这一场 把孔氏后人 孔垂长先生 请来了 这个孔垂长先生呢 他生在台湾 他并不生在大陆 但是他是孔子家族 最正的一只 他是孔子的第79世孙 那么你怎么知道 他是79世孙呢 这个他因为有家谱 孔姓的人啊 一见面 马上就知道 自个是哪一辈人 差好几代很正常 为什么呢 孔子到今天啊 2500年 2500年呢 这个各种分支中间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 所以差几代人很正常 那比如说我们排下来啊 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名人啊 这个有名的人呢 辈分比较大的呢 像北大的孔庆东 孔庆东先生呢 他是孔子的第73代后人啊 这个第74代呢 中间就是凡字啊 叫孔凡森啊 我们前些年宣传的啊 94年就去世的这个 我们的模范干部啊 优秀干部孔凡森 75代呢 中间是祥字啊 孔祥锡啊 民国的一个财阀叫孔祥锡 76代中间呢 就是令了 那我们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兵方球的世界冠军孔令辉啊 他尽管他这个7575年啊 1975年生人 但是他在辈分上 他排的还偏早 76代 77代呢 就是末代的 严慎公啊 孔德成 孔锤长的爷爷 那这么算起来呢 孔锤长呢 是第79代 现在孔锤长呢 已经有了儿子了 那这么说呢 这个孔子的 这个第80代孙子就有了 那么我们过去说啊 一般来说30岁为一代 你看啊 30乘8 3824 2400年 孔子有2500年吧 都差不多 我们说这个 为什么30代啊 要闹明白 这个衍生宫呢 是从宋代才开始计算 所以才有30代 这些名字 你注意看啊 他中间这个全部是按照家谱走的 那么这个家谱呢 就是按照 这是圣人的家谱啊 出这个辈分啊 都是在明朝 朱元璋开始定啊 他给这个孔氏的八个辈分 定的是 宫 燕 承 红 文 真 上 印 共启明用 孔武元年呢 当时定的这八个字呢 因为当时56代孙和57代孙 都有一个西 一个盐 所以又加上了这两个字 叫西盐 宫 燕 承 红 文 真 上 印 然后明朝呢 到了崇祯年年 到了明末 说这十个字不够用了 然后又由65代 衍圣公呢 孔印直啊 这个奏准呢 又后续十个字 因为这家谱啊 是不同的续的 叫兴玉传纪广 朝献庆凡祥 到了乾隆呢 又过去了 从这个明朝末年 又到了乾隆九年的时候呢 说这字又不够实了 由礼部又开始整理 报乾隆皇帝清令 在天识字 叫令德为垂幼 清少念显阳 你看啊 孔令什么 孔德什么 孔为什么 孔垂什么 孔垂长就到这了 他的这个儿子 叫孔幼什么 下面还有五个字可使 就还有五代人 明国八年的时候啊 76代衍圣公呢 孔令仪呢 又立了 又加了二十个字啊 怕以后不够用 这一下呢 就从第八十六代 直接就到一百零五代了啊 这后面的事 跟我们实在太远了 咱念不念呢 也不重要了 那么 我们算了一下啊 这天真二十二个字 至少还得一百年以后 才能启用啊 我们也不知道 他当时为什么 这么着急 列这么多字啊 那么用这个家谱啊 不仅仅是孔子 还有孟子 还有延回 还有曾子 是吧 他们这些人的辈分呢 都是通通通 按照这个这个程序走 所以你一看 你如果对这个家谱 非常熟知 你马上就知道 这些人的后人的 大概辈分都在哪 那么由此 中国的家谱 就开始效仿这种做法啊 这种做法 你比如说 我们家也有家谱 我原来真不知道 我原来真不知道 我们家居然有家谱 我以为我们家那名字 都是想怎么叫 就怎么叫呢 那我这家谱呢 是我前年啊 中央电视台拍了一个片子 叫客从何处来啊 那片子拍的真是费了大劲了 我配合着 哎呦就折腾死了 就是刨根问题 对我们家刨根问题 结果我们家那老太爷 就居然在那种情况下 给自个儿从修家谱 我们的家谱中呢 也能看到马家二十代人 这叫什么呢 日学克里上 赵光丰贵传 得培亭中树 文中善从天 今天按照规矩啊 到我这儿应该叫马丰什么 马丰什么 只要不叫马丰 我就没有关系啊 叫马丰什么啊 我这马丰什么 还真有意思啊 因为我这名字老被人念错 我原来啊 我小时候去看病了嘛 看病那个不叫号 叫名字啊 一看说 马来都 我就冲过去了 肯定是叫我呢 不用问啊 说马莫都 马米都 还有人叫我马丰都 这人叫准了 就这丰子 丰收的丰 就没人叫我这名位字 这位字多好认呢 老有人问我 哪横长啊 我告诉你 位字下面这横长 墨字上面那横长 记住了 不要本墨倒置 那么 赵光丰贵传 从我这儿就没按着这个 没按着这走 我爷爷啊 我的 先说太爷爷 我的曾祖父 马尚贵 按照这个日学克里上 这上字辈 我的爷爷马赵人 这个赵光丰贵传 按照赵字辈 我爹就没这么叫 我爹呢 中间这字是丹 红颜色这丹 地血丹心的丹 这个马丹林 他小时候有一名 我原来不知道 后来我才知道 他有一小名叫马光明 他就是光字辈的 马光明 到我这儿呢 没了 一革命 这个我爹出来抗日 这个打完仗 把家里的这传统丢了 进了北京生了我 随便给我起一名 叫马魏都 未来的魏首都都都 如果叫马丰都呢 我就正好贴这家谱上了 没叫 叫马魏都 这个 我这名字 只有一好 就是 没重名的 我查过 全中国 十三亿五千万人 就我爷爷叫马魏都 这很难得 你看我儿子应该叫什么呢 叫马大贵 你看贵字 我们家猫就叫马大贵 马大福走了 还剩一马大贵 马大贵前一日子还丢了 又给失而复得 所以这猫啊 居然贴上我们家家谱了 那么这起名字 就是一个套路 就是把家谱先定下来 你按着他走就完了 这叫套路 皇家有没有套路 皇家有他的套路 比如明代皇上 那取名讲究 他是按什么讲究呢 他按武德说 武德始终说 元代呢 是土德 土德 这个武德呢 是中国 这个战国时期的阴阳家呢 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 他武德指的是什么呢 叫木火土金水 我们一般说金木水火土 是吧 人家不按这顺序 叫木火土金水 代表五种德行 始终呢 是指武德周而复始的循环 那么这个学说呢 用来看历史变迁的 皇朝兴衰呢 他就可以做一个解释 那皇朝呢 很多最高的统治者 常常说自己 奉天成运 奉天成运 成运呢 就是按照这套逻辑 按照这套逻辑 所以朱元璋的儿子 取名都是木字边 你注意看 木刻土 比如永乐皇帝啊 叫朱棣啊 一木字边 长子叫朱镖啊 朱镖 木字边 你知道 凡是一看这木字边的 都是都是一代人 一辈人啊 下一代呢 木生火了 所以建文皇帝 叫朱允文 这文呢 就是一火字边啊 这个 这个红西皇帝 朱高赤啊 这个赤热的赤 一火字边 再下一代呢 火生土 宣德皇帝 朱瞻鸡 这鸡啊 注意看 这鸡底下是一土字 再往下呢 土生金 所以正统皇帝 朱祁镇啊 景泰皇帝 朱祁玉 这是哥俩啊 都是镇和玉 都是金字边啊 再往下呢 金就开始生水了 说生水是谁呢 就咱那成化皇帝啊 水性 他不是水性啊 不能说人是水性洋花 人直接贴着万贵妃 一点都不洋花 朱建身 这身不是三点水吗 水子边 再往下呢 水就开始生木啊 因为水养木嘛 哪个植物不浇水啊 红治皇帝呢 就叫朱又堂 这堂字又是木子边了 然后再往下呢 木又开始生火 这个正德皇帝 就是朱后赵 这赵字下面这四个点 就是大火啊 四个点全是火 正德无子 没招了 把这传位呢 给了嘉靖皇帝啊 朱后聪 他这个顺序啊 就按照武德的顺序 开始轮回 这叫什么呢 这叫套路 这套路啊 后来不这么套啊 后来的人没这么讲究 不想这么千年大业 万年大业的 不想这事 就想自个儿啊 你比如我们 1949年一建国 叫建国国庆的人特多 那天左右的人全叫建国 然后到了五几年啊 我们抗美元朝一打起来 叫元朝的人 我直接就认识叫元朝的人好几个 叫元朝的 叫复朝的啊 复朝参战 叫曾朝的啊 为什么增加了 有后面有增兵 叫抗美的 叫超英的啊 那都58年 超英赶美啊 超英赶美 这个叫超英的人就很多 然后到了文革的时候 叫什么呢 就直接叫文革啊 叫文革啊 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时叫卫东的啊 叫卫兵的啊 老百姓呢 基本上都这路子啊 就是什么 起名啊 就是金银铜铁锡 刚才说这个五行啊 人不按五行的路子 全是按金属走啊 你比如老百姓叫金锁的 是吧 叫银锁的吧 叫铜锁的吧 你在电视剧里全看过 叫铁锁的吧 没有叫锡锁的 叫锡湖啊 锡湖 那么老百姓的起名呢 这套路呢 都是一俗套路啊 就是 就是人云亦云 所以这起名呢 一定要要有一点讲究 那都什么讲究呢 第一个讲究 就首先避凶恶啊 避免凶恶 不吉利的事不能叫啊 什么叫不吉利的字呢 你比如叫龙的人多的吧 没有人叫蛇吧 对不对 叫这孩子叫张的龙啊 你不能叫张的蛇吧 叫张小龙 也不能叫张小蛇吧 所以你看 这个叫不吉利 其实蛇啊 在我们早期的文化中 还挺吉利的啊 第二呢 就是起名字的时候 我们建议啊 男女有别 就是过去啊 有的那个男人起女名字 经常闹误会啊 我记得好像我认识一个人 叫什么什么什么花啊 就那花 他一报名字 大部分人都会认为 他是个女的 不 他就是个男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男女起名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用字啊 用字要考虑性别因素 防止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呢 有麻烦 再有就是国人起名字 切记 宠阳没外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种 不好的倾向啊 你比如说 现在有人起名 照着四个字啊 四个字呢 四个字是这样啊 比如有人叫田中惠子 你这一听就像日本人嘛 那至于起什么 李约翰张彼得这个事啊 民国流行过一阵子啊 现在可能又有流行 起一名字特阳 一听像翻译的 这就不好 我觉得还是中国人 就起中国特色的名字 体现自己的文化 那么再有就是什么呢 名字中呢 切记使用生批字啊 这生批字呢 麻烦 你生批字啊 就是你在户口登记啊 办理执照啊 银行存款啊等等 这些都很麻烦啊 你包括买个机票都很麻烦 你比如我们 这个单位就有人啊 我们单位就 人那名字就比较生批 那生批呢 认到好认啊 就你不认识念半边 就没念错 他们一到机场 每次都要去多盖一张 你想出门多麻烦 所以这名字呢 就要 哎 要要要要要注意 不起这个生批字啊 但是未来 我想未来呢 可能加强电脑管理啊 是中国字 应该都可以起名字 但是我觉得 还是以常用字为主 还有这起名字啊 这个不易使多音字啊 这我说这次 我都没什么底气 我这名字里就有多音字 比如这个都字就念都 所以我过去啊 坐飞机的时候 有时候听那喇叭里广播 说那个有一位习客 还没有登机 马尾都 马尾都 我这恨不得捂那喇叭去啊 我知道喊我呢 但确实还不是喊我 就是这多音字 有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有多音字呢 你会 别人要问你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有时候念错了 也很麻烦啊 因为现在有时候是 拼音输入 你知道我那个机票上 经常打的就是马尾兜 我都能看出来 再有呢 就是我们起名的时候 尽量不起单字啊 单字呢 它非常容易重复 据说有统计嘛 单字的重复率 那就高达66%嘛 双名的重复率 就降到33%嘛 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概率 就是你多起一个字 你就重名的可能性 就降低很多 还有呢 就是我们尽量的起名字 说动点脑子啊 别弄一特简单的名字啊 你知道这个国家 这个对 这个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 进行抽样调查呢 说你知道叫建国的 有多少人吗 就是每57万人里 就有630个 叫贵英的 多达1000多个 1300多个 那这种比例呢 就重名的这个概率 就太大了 重名的这种 尤其你那个姓氏 大姓啊 你比如张王李赵 这种大姓 你再起一个普通名字 就非常容易跟人家重名 我估计今天叫什么 王立李伟的这种人 李娜 就多了去了 所以呢 就是很容易重名 这重名呢 就有时候会麻烦啊 取名的时候呢 因为中国汉字 都是一字一音的 所以要注意他的发音 如果他发音非常接近呢 你念起来很麻烦啊 比如你这个 你取名字啊 你的韵母非常接近 你在家里的音都是收的 比如李尼利 李 尼利 这扎音捏在一起 念起来 李尼利 你念快了都念不出来 我这舌头都捣不过来 还有这些支支支支支支 这些发音部分呢 都起名的时候 一定不能太多 一定要避开啊 如果不避开 你念的时候就不好 名字最后的声音 最后一个字应该亮 便于喊 我小时候啊 我们小时候 疯玩在院子里 一到吃饭的时候不回家 家长就在喊 喊谁家的孩子 喊就喊回去吃饭嘛 我们隔壁有一家姓肃 这个宿舍的肃 他给儿子起名字叫许 所以他每次喊他儿子吃饭的时候 他家长又是一南方人喊 肃肃肃肃肃肃 给他累死了 那没多大声 你听我这名字 那没多一喊 我的隔二里路都听得见 所以你这名字 一定要声音亮啊 起名字有什么办法呢 有办法 没别的办法 就是翻词书啊 你看大量人抱着词书 现在有人抱着诗书啊 争取从这唐诗里啊 给选出一名来 啊 现在大量的人花钱取名字 那街上啊 这个有好多叫起名斋啊 给你起名字 这地儿啊 尽量少去 为什么呢 如果你跟他聊一聊 我觉得这人学问非常大啊 我觉得还可以 如果有的人没啥学问 他估计起那名都差不多 要按规矩说 我要给你起名 我就是没给一个人起完名 这名字就挂墙上 挂墙上什么意思 我就不会再用这名字 如果你没有这一套 你进去去起名字 你别以为你拿着那名字 有多高兴 那名字和前面的人 可能是一个名字 这人一名字卖好几回 卖烧几回 卖几十回 到时候一查 户口本 除了姓不一样 你要赶上姓一样 那你名字都一模一样 那么取名这事 有没有忌讳 有忌讳 第一个忌讳 就不能跟自个儿的祖先 跟先贤重名 是吧 你跟先贤 孔孟 你直接重名 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对不对 你跟皇帝重名 也不合适 你跟这个历史上 著名的人物 这个重名 不合适 比如你姓欧阳 你非得叫欧阳修 你说欧阳修不行 我叫欧阳荀 你叫欧阳什么也不行 因为那名太有名了 所以这东西要避讳 避讳过去 当然过去比较严格 首先是避国会 国会 我们讲过 这个宁波过去叫明州 大明国一成立 这就是避国会 改成宁波 避皇帝的会 皇帝叫什么 你就不能再叫 那今天倒是没这规定 你非得叫就叫呗 我还见过一人叫镇呢 就皇上不称字 你镇吗 我就认识一人 就叫 咱就别说人性了 说人性对吧 他就叫一单字叫镇 我当时第一次 看他这名 自个都惊着了 比如你过去啊 有很多文学 或者说历史上的名人 他有名啊 关云长 你姓关 真的别叫关云长 你叫关云长 一定从小到大被人挑 就是被人取笑 是不是 所以对于历史上的啊 这种有名的啊 人不管是虚构的 还是真实有的 你比如文学上啊 贾宝玉虚构的吧 你姓贾 叫贾宝玉 你试试啊 你姓林 叫林黛玉 你再试试 你从小到大 别人都会拿你的名字 开玩笑 那么再有呢 就是忌讳什么呢 忌讳 生批字 生批字 这个字你都不用 你去 你弄一个字 你天天跟人解释啊 有的字还好解释 我不是说吗 你能起个生批字 最好也能读半边 如果你这个字 人家读半边 读不出来 你老得告诉人家 因为人记不住啊 比如这个 最初演那个 西游记诸部界的那个 马瑞 他现在叫马德华 他为什么叫马德华呢 他自个儿就说过 我说他名字叫马瑞 我们现在好在有一个歌 叫九干他梅吴 那唱歌的叫苏瑞 大家会慢慢慢慢认的这字 一开始没人认这字 你一草子一内念什么呀 连我都念不出来 所以呢 他说他一看命啊 人就念啊 说说马内 念半边 不是他 他自个儿知道念的他 只好硬着头皮去 不认识呢 觉得自个儿有点学问啊 不念内念饼 加一饼 加一方不是饼吗 马饼 马饼 他忍着 这个 人家念什么 他都往前冲 终于有一天 人家念马肉 好 他一下就说 我这不改名不成了 改一大白字 你总认得吧 叫马德华 马德华 所以他自个儿说的 叫马肉那天 他就改名叫马德华了 你看啊 名人起名字 名人起名字 比如 毛主席 给他两个女儿起名字 李敏 李勒 李勒 这字 谁念都念了李勒 我从小时候听 毛主席俩俩女儿 一李勒 一李勒 这个话 本来的意思是 敏于行 而勒于言 勒 募勒 对不对 我们经常说 这人募勒 募勒你倒认得 单独把这勒 给弄出来 把你倒念到了勒 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呢 当然是毛主席起的 但是